今天我们Scratch要练习的程式是重重危机 画面上你看到有三只蟑螂 蟑螂是随机乱数出现 使用者拿球拍打击蟑螂 当蟑螂被打到之后就发出BOG一声 分数加一分 我们计时30秒 看看可以得到几分 好,现在让我们来练习写这个程式 首先从背景图这边开始看 当游戏结束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字幕出现 我们先挑一个背景 挑一个有砖块的 好,这一个可以 那原来的空白的先删掉 这是在游戏中的背景 那把它复制一张 当我游戏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时间到了 我把它改成向量图 我这里打上一个时间道 好,时间道会出现这一张图 那它需要一个球拍 把猫咪的角色删除掉 这个球拍我们要自己画 那角色的名称就给它叫做拍子 那建议用向量图来画 会比较方便 挑一个椭圆的造型 线条可以稍微宽一点点 就黑色的球拍吧 中间给它画上几条网线 按住shift键可以画得比较直 好,再补上几条长纵向的 加个方形的球拍柄 实心的也可以 颜色不太一样好了 好,这是我的球拍 如果觉得球拍太大支的话 没关系,整个mark起来 这是向量图 就直接给它缩小一点 而且旋转一下有点变化 检查一下中心点 把中心点设在球柄跟网的中间 这是球拍的正常 就是一般 我们复制一张造型 当球拍被按下去 就是打下去的时候 名称就叫做打下 打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先再给它旋转一点点 这样会更像 然后再给它加上三条 这个虚线 好,这样子 打下的时候就有个动态的感觉 下一个角色 我需要一只虫 我们不用自己画了 我们从这边挑一个bug 就这一只吧 好,在造型这边 这个虫这是正常 那虫如果想让它有个爬行的感觉的话 那你要改变它一下 我们假如这叫正常1 把它复制一下 这正常2 那正常1跟正常2 这两张图目前是一样 那我要改变它一下 这是向量图 请你用这个 重新塑形来改变它 但是把它放大一点 大约到400 走路的时候 就这个脚吧 让它前后摆动 就让它向后拉一点 甚至把它拉成这样子 这样看起来 有点像是向后在爬了 好,那这一只脚也是一样 把它往后面拉 好,那这两张图 你可以看 这样就代表不太一样了嘛 其他脚也稍微给它动一下 好,这样比较像画了 OK,这两只虫 那我还要第三只虫 再复制一个 正常1正常2 那第三只虫就是被打死的时候 把名称叫做死掉 打死的虫就让它翻白吧 第一个身体 要一个干箍状 好,我们用淡的颜色去给它 用个漸层 这样把它改一下 好,那眼睛就不要眼珠子了 所以把眼珠子染成白色 嗯,有点恐怖 好,那稍微给它弄淡一点 这个 好,那同样的脚都不要 颜色淡一点 好,这是死掉的蟑螂 脚好像快要看不到了 然后再给它做深一点的射 这样吧 好,这是死掉蟑螂的造型